其實本來在野陣營這邊 根本就覺得 不是我們國會改革反過了就過了 本來天下本無事嘛 對對對 過了就過了嘛 然後在那邊綠營他們就說 不行啊 我們要提示線啊 我們要怎樣啊什麼的 然後現在再反過來抱怨說 立法院這邊去浪費錢 民進黨今天會講這個題目啦 顯然他們是要讓大家造成一個錯覺啦 說你這樣搞得好 那立法院好浪費喔 對不對 我們這幾個機關 才請了一團律師 總共花了一百多萬 那你們立法院一方請四個律師 也要花一百八十萬 我跟他講 律師的這個酬勞 是要看你工作所花的時間 四個團隊打你一個團隊 那他們花的時間啊 最重要是他們花的時間啊 我們一方對你四方 然後我們難道準備的時間 一樣跟你們一方是一樣的嗎 肯定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沒有意思嘛 民進黨這個吳委員講的 這個友情價 公益價 我們建議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名詞 來理解這件事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熟客家 一直給你介紹生意對不對 那你想說 哇這我要給你一個大折扣 我就是覺得 這種這麼酸的這種文化 我覺得民進黨把這個部分帶得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不敢擰教 已經無聊到一個 讓人家不知道該怎麼講的程度了 我們都形容說這次在野陣營的這些 訴訟代理人很想被群毆 然後整個人數比例非常的懸殊 對 就四個團隊打你一個團隊 那他們花的時間 最重要是他們花的時間 事實上花了非常大量的時間 因為他要應付四方對他的攻勢 所以他們說實在到最後只花180幾萬 然後對方宣稱他們花了150 說實在他一個團隊對你四個團隊 這個180幾我認為是完全沒有什麼奇怪的 因為他最重要是花的時間 他不是說我們一個團隊 你四個團隊 為什麼你四個團隊的錢 跟我們一個團隊差不多 問題是我們一方對你四方 是我們花的時間 對啊 是花的時間 而且另外一個 我要講民進黨這個實在是很 我要講是講說 也實在是這個有夠理智也要面子也要 因為當初大家知道說 大家知道憲法法庭這個訴訟 是民進黨黨團是其中一個當事 他們也發動 然後總統府 行政院 監察院三方一起 那可是當初立法院這一方 當然是等於是韓國瑜 等於是被告啦 當初被告 那可是韓國瑜當初說 那我們立法院總要找人去應對嘛 去應訴嘛 這個當初這個團隊的組成啦 民進黨還有說要黨團協商啦 意思就是說這個團隊組成代表立法院 要出去應對這個四方的攻勢的喔 當初民進黨還有講說 那些人要派哪些人啊 他們要協商啊 那是後來因為覺得這個實在太說不過去了 你去告 你是原告你去告人家 那你現在又要參與被告的訴訟的策略 等於是被告的律師也要你民進黨參與來選啦 因為這個實在太過不合理啦 真的 那後來這個柯建民他們也就算了 沒有就他們意思是說 我們放棄 但是我們有這個權利喔 他們說他們放棄 就讓這個立法院他們去找機關代表跟律師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喔 現在又把這個律師費的事情拿出來說嘴喔 我是覺得已經是讓人家覺得很無言了 因為這個整個過程啦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法律界的朋友 他們要出來就面臨了巨大的壓力 那以一打四 而且民進黨當初事實上還想染指整個團隊的組成過程 所以我們是覺得他們這幾位有這個勇氣啦 而且有這個成績啦 現在當然我們本案的辯論完了結果怎麼樣 我們不能說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對於大法官在當庭所提的很多的問題啦 我們是覺得讓我們對這個結果不能很樂觀 其實從頭到尾啊 因為我們其實光是看他那個憲法法庭上的 不管是上一次的這一次的 然後整個人數上面的懸殊 我們大致上看得出來他們就是想要去塑造一種 你看在野陣營根本就沒有準備好 這話都講不清楚 就是他們想要去把整個現象把它往這個地方去倒 因為其實以綠營來說他們有非常多的一些資源 他們會去剪什麼短影片啦 然後就把斷章取義的片段拿出來說說你看吧 在野陣營都回答不出來你看吧就長這樣子 他們就是一直會往這個方向去倒 所以其實對外界而言或是對藍白陣營的支持者而言 其實看你也覺得好像就是他們想要透過這去走一個過場 然後最後其實整個結果大家好像心裡都已經有一個定數在了 寶貞你說這個話 我相信是很多人心裡面真實的想法 那我說實在我們當法律人的人啦 我們實在很不想這樣去想憲法法庭啦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我們法律界 講起來也是非常有資深得高望重的一群人啦 但是你今天這些大法官們也要真的看一下說 你們在做裁決的過程啦 還沒有出來 但是社會上的那種質疑聲四起 而且人家對於你們的裁判結果表現出非常 他們就非常沒有信心 很多事情等於是跟社會 大家所期待的公正形象啊 你們是反其道而行嘛 像之前那個更引起社會大家 這個議論紛紛的死刑議題 那你大法官幾乎等於是在現場就 就有些表態了 就說為什麼我要聽跟民意的 我為什麼要跟考慮民意 那所以這樣的一種說法 都讓人家對整個司法機關的形象跟信心啊 都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覺得大法官 你為了這個位子 說實在的也不用為你個人啦 因為他們很多人十月底就認滿了啦 但是你為了司法權 在台灣長久的被人民的信心 我覺得真的應該要考慮清楚 不要順著這個提命的 是誰 你就順著那個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會留下歷史定位 整個內行就在這 我一定要來請教高斯伯大哥 因為綠營的黨團 這邊這個吳斯堯委員 他是出來講了一句話啦 他說呢 其實這一次他們的請來這些堅強的陣容呢 也是有一個友情嫁 很感謝他們情義相挺 友情嫁 為了正義挺身而出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哎呀我們委任的三位 民進黨團委任的三位律師 是自掏腰包好不好 重點自掏腰包 沒有花國家的公堂 幾位律師們是友情嫁 公益價 但這問題就來了 假設說是友情嫁公益價 那等於說是用低於行情的價錢 來請到他們 那這樣會不會很怪 這樣會不會有一點去 破壞了律師圈的一個行情 這是一個齁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好如果說四個單位都要提 都提釋憲 然後需要請到十一個律師的話 那四個單位都提嗎 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到底是 什麼事情 因為這有點怪 就是我相信如果以這個法律人 的一個角度來說 用行情價 友情價 來請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好像是希望 不要讓大家質疑他們用了 國家公堂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說沒有我們這個 費用都壓得很低啊 沒有藍白陣營那麼多啦 他們現在就一直往這方向 那我不曉得高士博爾大哥 你怎麼看 好我覺得你剛剛講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點我們來跟大家回答 民進黨這個吳委員講的這個 友情價公益價 我們建議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名詞 來理解這件事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熟客價 你一個人一直給你介紹生意對不對 那你講說哇這我要給你一個大折扣啊 對啊 所以這是很人之常情嘛 所以你與其講的說 友情價公益價 你不如想說是熟客價回頭客價 那你的律師其實很靠口耳相傳啦 很多那個律師界的朋友都知道說 他的那個客戶很多都是說 有服務過的人在幫你介紹 所以我相信他們這幾位 大概這個有不少的這個客戶啦 可能民進黨的朋友幫他們介紹的也不少啦 那所以我覺得講的是友情價公益價 不如說這個就等於是回頭價 熟客價熟客價 那第二個你講的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必要四個單位都提啦 如果你就他們這個政府這邊原告攻擊方來講 他們四個單位都提倒是倒是都必要 都必要因為他們四個分別都是不同的條文 比方說總統府他相關的是15條之四 那行政院監察院還有民進黨黨團 他們很多分別的都是跟針對不同的條文來提 那因為他們有些你說總統府那個條文啊 你讓民進黨提也沒有道理 所以他們四方都提 因為這跟他們 立法院職員行事法那個修正 剛好就跟他們幾個機關都直接相關 可是這剛好可以用來說明一件事 就是你組成四路大軍 你也必須 如果你真的民進黨要對這個發動視線 他也要四方人馬都出擊 好 那他四方人馬出擊 那你說立法院這一方 用一個團隊對你們四個團隊 那你現在又來酸他說 你這個律師的價錢比我們貴 我們一方對你四方 然後我們難道準備的時間 一樣跟你們一方是一樣的嗎 肯定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沒有意思嘛 講這個很沒有意思 我就是覺得 這種這麼酸的這種文化 我覺得民進黨把這個部分帶得非常的 讓人家覺得不敢擰教 就是說你好像什麼都要酸 合理的事情 立馬拿出來修理你一段 反正能修理你就修理你 我覺得這簡直到已經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感覺 是已經無聊到一個 讓人家不知道該怎麼講的程度了 就是他什麼都要 就我覺得剛剛就是高斯伯委員 這邊有提到 他就是因為不管面子理直他都要 就是他即便我們現在 大家當然還是希望說 最後出來的這個結果呢 可以是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們也希望大法官可以散絲 散絲而後行 散絲而後行 為了我們的司法環境 可以讓大家存有這個期盼 然後希望大家的這個期盼還是在的 好 那這邊呢 其實也有這個講到 我們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 剛剛其實有講到這個回頭客架嘛 因為大家就覺得這好奇怪 好 這邊呢就有一個報導 這邊就有提到了 好 根據這個政府電子採購網的資訊呢 行政院他聘請的這個大衡 國際法律事務所 長年都是承接了政府的標案 光是今年為止已經得標了四個案子 而且呢總共是383萬元 那去年呢拿了771萬 兩年合計就破千萬了 必須說這個關係還不錯 關係很不錯 那所以就是剛剛就回歸到 難道這是一個感恩老客戶的 大回饋價碼嗎 就是回頭客價 好啦 燙燙阿伯就好 便宜一算便宜一算就好 大家都有情都那麼穩固了 不用這一次我們還有很長久的時間 要合作 所以不用這一次收太高 沒有關係喔 我們可以便宜一算便宜一算 然後再來就是這也很妙 因為其實憲法訴訟老實說 這一次算是綠營這邊先挑起 其實本來在野陣營這邊 根本就覺得啊不是我們 國會改革反過了就過了 本來天下本無事 對對對過了就過了嘛 但因為綠營他們就說不行啊 我們要提示線啊 我們要怎樣啊什麼的 然後現在再反過來抱怨說 立法院這邊去浪費錢喔 其實這也是蠻神奇的一個邏輯 就是我跟你說 理直也要面子也要 是你挑起這件事 那人家現在應戰 你又說這個錢你花太多了 難道我們不能為自己辯解嗎 對啊我們總是要 總是要找人幫忙講吧 而且你剛剛提到憲法訴訟 實說真的一定要找 要找有經驗的人啦 一定要找有經驗的律師 那這一次我剛剛也跟大家 這個先說明 這次要找人的過程真的不容易啦 因為這個案子喔 律師公會都已經表態了 所以大家要接這個案子 事實上有壓力 那所以找人很不容易 那不能不找律師 這個我可以跟保證 跟觀眾朋友講的 非常的斬丁截鐵 不能不找律師 而且要找有經驗的 因為說實在 你在那個現場 那麼那個 那種電光石火的那種交鋒 你要去應對大法官那些 其實都蠻深奧的法律問題喔 其實如果你沒有經驗 然後沒有相當的學養啊 很難做得到 而且說實在那有很多面向 也不是一個學者啊 他可以精通各方面 比方說有人他精通的是 比方說總統要不要到立法院 來做國情報告 可是他對於憲法訴訟法的程序面 比方說暫時主義 他不見得熟 所以你真的需要組成一個團隊 去cover方方面面 那第二個您剛剛講到那個 一個事務所啊 這個標案接了這麼多啊 你說 兩年過千萬 一年383嘛 去年771嘛 我還很有興趣的是 他得標的四個案是 什麼樣性質的四個案 因為我相信那四個案裡面 有一些啦 搞不好就直觀來看喔 你就會發現他跟法律服務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我記得我沒有 今天上節目之前 我還沒有仔細去Google 就是我記得他們有一個律師事務所 就接了一個奇怪的案子 好像是跟觀光有關係的 就是那種說什麼 去幫人家寫 他名義寫的有點勉強 就是說去幫觀光 交通部觀光局 擬定一個什麼定型化契約 然後呢如果有客訴 也由這個事務所去負責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說 你律師事務所怎麼能去負責客訴 人家如果真的外國觀光客來 有發生糾紛啊 還真的打針對 律師事務所客訴 你有辦法處理嗎 所以就很怪 就是他們拿標案的 就是除了你講的金額以外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找出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Google一下 那四個案是什麼案子 搞不好很怪 就是根本我們一般認為說 律師事務所接這個很 很怪啦 不適合 你沒有辦法提供這種服務嘛 像我剛剛講 觀光客訴的這種服務 我不相信律師事務所可以做 對啊 他們知道什麼 還是他們有合作單位 有辦法處理嗎 那你如果要轉包的話 你何必呢 你如果要轉包的話 你就 你何必 就全部都給律師事務所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對那個啦 對法律界 是蠻 下功夫下得很深啦 真的 好然後這邊呢 其實國民黨的這個 汪小林委員呢 他其實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他覺得應該 應該要請這個總統府等等 四個機關都要來公佈訴訟費這件事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去講 他說因為他其實曾經有跟 這個立法院去詢問這個訴訟代理的費用嘛 那當時因為立法院的這個秘書處這邊 他說這個基於是業務機密 所以沒有透露 但但是王定宇委員又是怎麼拿到的呢 因為這個當時那個 這個費用的消息嘛 就由王定宇委員這邊 他把它來傳了出來 那所以呢 因為本來大家比較擔心 可能會有一些比價的問題啊 所以可能不去提供這個相關的一個機密 或是合約內容也可以理解 但委員他就會覺得說 那所以民進黨是比較神通廣大 然後都有門路可以去得到這些訊息嗎 大家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這個立法院要請他們幾位訴訟代理人 我好像聽他們有跟我講說 事實上好像還是要透過招標的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溫委員 他問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他那個時候去問的時候 搞不好是立法院的那些同仁啊 業務同仁啊 還不大方便給他的時候 那現在那個王定宇委員 拿得到那當然了 現在如果他是崩開招標的程序啊 那這個消息大概是可以查到 就可能有那個時間落差 對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可以釐清一下 就是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記得他好像是要經過招標 這因為大家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因為王定宇委員他以前都常常會 把一些那種國防機密的突然 把他曝光出來 所以他特別有辦法就對了 大家都覺得他好像特別有門路 我覺得造成這個形象也不錯 就讓人家覺得說 哇 你怎麼像我 而且都沒事喔 後面不會有事喔 都可以有那種後門的消息 對 都有後門消息可以拿 重點是都不會有事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用心方便會用水潤 酸膠塑膠 有水潤膠 你提供不動 你隨便看 你不停地